圆能会跟中研院分别针对植物以及空气进行检测 结果都测得比较微量的点131 不过这样的含量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的 民众也不需要太过恐慌 日本福岛核能事故发生后 圆能会开始加强环境辐射的检测工作 研究结果发现 在北部的草地树木样本中测得微量的点131 而如果是在野菜类表面 只需要以清水冲洗就能够洗掉落成 昨天我们在北海岸的香丝树跟草上面 有量到微量的点131 这个相当于你要吃连续吃了5年 才等于一张我们胸部X光的辐射剂量 而前阵子中研院所做的空气检测剂量结果显示 连续暴露1000个小时 才等于照一张胸部X光的剂量 严密的监测 盆加于跟在南港的空气的样本 但是剂量非常之低 圆能会也跟农委会合作 针对国内的牛奶 蔬菜水果及鱼类进行放射性的含量检测 用目前结果来看 并没有测得任何点131等人工放射性物质 相关单位之后也持续检验 让民众都可以吃得安心